走在繡球花步道 左右兩側花團緊簇 猶如世外桃源 台中物林農場正值繡球花季 三千多株繡球花大爆開 我們從花園來 最近那個山下很熱 正好上來避暑 一大早四點多 就從台北出發到這邊來 比人的臉還大 很努力耶 六百公尺長 高四公尺的花牆步道 每株繡球花都比人臉大 有淡藍紫色 白色和紫紅色 色彩繽紛 外型優雅 晚上的時候 大概只有10度到12度之間 最高溫的時候 可以高達25度 26度 因為日月溫差的關係 造成了這麼大朵的繡球花 繡球花的舞台 不僅只是花牆步道 廠方更把繡球花摘下 搬到水池布置 具有日式花手水的產役 成為園區的新浪點 民眾駐足停留 手往池子一樓 繡球花捧在手上 怎麼拍 怎麼好看 六月到七月中 是繡球花的花期 武林農場統計 六月中假日住宿率 有七成五到八成五 七月假日住宿率 則達八到九成 酷熱盛夏來臨 民眾受不了平地炎熱 早早預定山林之旅 要避暑賞繡球花 過過放鬆的暑假 記者韓志欣 王世函 台中報導